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谋圣鬼谷子告诉你的人生的智慧 祝你少走弯路,让你的事业腾飞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明明目的地很近,却因为绕远路而消耗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精力不仅仅局限于出行 更常常出现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 尽管走弯路有时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但如果一辈子都在迷失方向 那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的前进 下面将分享谋圣鬼谷子的三个人生的智慧 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一,历世而至世,历时与世 历世而至世是鬼谷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人生的画卷 这一原则鼓励着我们在个人发展和事物治理中 追求卓越,通过明智的决策和对趋势的敏锐的动场 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 在个人层面,鬼谷子强调力士的重要性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 并采取极其主动的行动去实现它们 生活就像一场战役 只有真正站在战场上 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胜利 在追求个人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的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的能力 为自己的成长创造条件 这种历世的态度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 抓住机会 而在治理事物的层面上 鬼谷子提出了制式的理念 这意味着在处理事物的时候 我们要适应事物发展的趋势 善于抓住时机 这要求我们对外部环境和内在的动态 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能够灵活地调整策略 治理商务 治理事物不仅仅是机械的按照计划执行 更需要在不断的变化中灵活地应对 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鬼谷子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机会并不会主动的降临 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创造条件和机遇 这就需要我们具备立事和治事的精神 立事是善于抓住外部条件和机会 善于利用周围的资源 而立事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决策 主动的创造有利的局面 这两种结合起来 可以让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实现更大的成就 治者之道在于不仅懂得利用自身的长处 更懂得善用他人之所长 这是一种智慧和谋略 算于团队协作 发展集体的智慧 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鬼谷子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 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 更是团队的努力 在个人发展和事物治理中 我们要学会倾听和尊重他人的意见 与他人协同合作 共同追求共同的目标 鬼谷子的立四而知识的思想 深刻而实用 在个人发展和事物治理中 我们都可以成中受益 通过明确的目标 积极主动 顺应趋势 善于利用资源 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二个是与人合作的智慧 用人之长 不易之短 与人合作的智慧 是一种珍贵的能力 他在历史长河中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无论是古代的刘邦 项羽 还是现代的成功的团队 都以团队协作为基石 展现了用人之长 不易之短的智慧 这一理念实质在于 聪明人要懂得在团队中 发挥每个成员的优势 巧妙的弥补自身的短处 以实现更为卓越的成就 古代的伟人 如鬼骨子 早已指导着我们 聪明人应该主动舍弃自己的短处 善于发现 并利用团队中那些相对笨拙 却有独特长处的成员 这种互补性的合作理念 反映了一种高度的智慧 和成熟的领导力 在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拥有独特的技能和优势 正是通过这种差异性 团队才能够在各个领域 形成强大的力量 回顾历史 刘邦和项羽的崛起 是一段令人备受瞩目的历史篇章 两位出社的领导者 都懂得团结各方力量 将人才集结于自己的麾下 刘邦以其卓越的自谋和决断力 与团队成员共同谋划 取得了汉朝的建立 而项羽则以其出社的 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 与团队成员共同开创了 银正的时代 这些历史人物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体现 更是对团队协作智慧的 强烈的验证 在当今社会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无论是企业组织 科研团队 还是社会组织 成功往往离不开 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的合作 在一个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有其独特的技能和实验 聪明的领导能够善用这些差异性 将个体的长处充分的发挥 避免短板的影响 这种用人机长 不宜之短的策略 使得团队能够更好地 应对各种的挑战 实现更高水平的综合的业绩 实践中 这一智慧也体现在团队成员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支持上 懂得欣赏他人的优势 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是形成团队凝聚力的重要的因素 在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价值 能够认识并善用这些价值 有助于建立更加和谐 高效的工作氛围 总的来说 与人合作的智慧 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素质 它不仅体现在各地的聪明才智上 更表现在团队协助和领导力的高度 通过用人之长 不易之短的策略 团队能够充分的发挥各成员之间的优势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现代社会 这一智慧更是团队成功的观念所在 成就辉煌的团队 永远是那些懂得共享荣誉 理解差异 互相激励的团队 第三个是 事无常规 拒绝莫守成规 事无常规 拒绝莫守成规 正如鬼谷子所言 事无常规 事无常识 这句专与深刻的提醒的我们 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变数 而成功的路径更是千篇要化 莫守成规 孤不至风 只会使得自己在风云变换的社会中 逐渐的失去竞争力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 任何的一个领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进入的飞入进步 市场的波动 社会的变革 都在不断的推动事物的变化 任何一种僵化的做事方式 都可能变得过时 正因如此 拥抱变化 莫守成规变得尤为重要 莫守成规是一种思维的定势 是对新事物 是对新事物 新观念的排斥 而这种排斥 往往使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成功能往往是伴随着变革的敏感 和积极的应对的态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只有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改进 才能够紧正时代的步伐 更好地应对各种的挑战 事物常规也意味着 学无止境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对新知识 新技术的敏感度 时刻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不断追求进步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的素质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另外 事物常规也是对创新的呼唤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而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常规的打破 对传统的突破 只有敢于打破成规 敢于挑战自己 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发展 因此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拒绝握守成规 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时刻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学习的欲望 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模式 方能顺应潮流 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拒绝没守成规 积极迎接改变 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赢得更广阔的人生的舞台 总之而言 鬼无子的人生的智慧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原则 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扫手弯路 立誓而致誓 与人合作的智慧 以及事无常规的原则 都是我们在地球成功和成长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的重要的智慧 通过理解和运用这些智慧 我们或许能够更加聪明的规划人生 避免不必要的曲折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